在Vlog裡面還有一些語法很特別的 我們這邊先說明一下 但是之後碰到的時候我們會再講 它的等號有兩種 一種叫是等於 一種是件號 這兩種有很微妙的區別 等於這種等號 它是比較像C元的連續式的 也就是說我第一條指令執行完才會執行第二條 第二條執行完才會執行第三條 這個是Quartus的等於 不是Vlog的等於 我弄大一點 所以這種A等於0 B等於A C等於B 以這三個指令的執行結果 ABC都會等於0 以C元的解讀應該是這樣沒錯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改用鍵號 一樣 Always 然後確實A等於0 B等於A C等於B 這時候 它合成的電路不會像這樣子是循序的 不會像這樣子是循序的 它合成的電路會像這樣 這個是什麼呢 邊緣觸發正反器 有印象嗎 有加一個三角形的 是邊緣觸發正反器 比如時脈進來的時候 它才會有所動作的 OK 好 這種邊緣觸發正反器呢 如果你這樣接的結果 因為只有在時脈進來的時候 它才會有所動作 這每一條三角形都接到時脈 Clock OK 那所以時脈一進來呢 這一個的資料會送給它 但是它的資料會送給它 那結果會是怎麼樣呢 結果A等於0是沒錯 因為A等於0 B會得到上一輪的A值 它不會得到0 請小心 B會得到上一輪的A值 你可以看到A的輸出跑到B了 所以B得到上一輪的A值 上一輪A如果是1的話 它就是1 上一輪A如果是0 它就是0 C的話呢 會得到上一輪的B值 所以呢 原本B如果是0 C就是0 原本B如果是1 C就是1 那這一點是要特別小心的 就是見號跟等號不一樣 那這種有專有的術語 這種專有的術語 等號叫做blocking assignment 就是會阻塞的指定 阻塞式指定 那見號叫做non-blocking assignment 不會阻塞式的指定 OK 這樣清楚 不會阻塞式的指定 那non-blocking assignment 它不會阻塞 但是問題是 它會得到上一輪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有時候我們要用這種東西來寫程式 其實看起來跟C原都一樣 但是其實有一些微妙的差別 舉個例子 我們這邊寫一個有限狀態機 各位離散數學應該寫過有限狀態機 那我們一開始就啟動嘛 啟動之後就fetch 這個fetch就是提取 decode 解碼 execute 執行 那這時候呢 我們會這樣寫 always p-state begin 這邊combinatorial 這個其實沒有用啦 這只是一個標示 標示說這一個區塊它叫做combinatorial 如果你想互叫的話也可以用這種名字來互叫 那接下來 cass p-state p-state就是這個變數 它是三個bit的 然後呢 start的話呢 n-state就是下一個狀態會是fetch 下一個狀態會是decode 下一個狀態會是execute execute的下一個狀態又回到fetch 這是很正常的一個計算機CPU裡面的有限狀態機 那這時候呢 我們會用兩個區塊來分隔 一個區塊呢 是用等號 這是旋序式的 另外一個區塊 這個是用鍵號 這個是有狀態的 有狀態的 所以它是平行式的 那平行式的就是non-blocking的assignment 非阻塞式的指定 OK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會放post edge 因為它是這種非阻塞式的指定 通常跟這種正邊緣的觸發方式會放在一起 或負邊緣的觸發方式 那這個是目前各位還看不太出來它的差別 不過後續會碰到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測試組程式 我們宣告一個有限狀態機 基本上這個處理器的有限狀態機 然後我們去monit reset 和p state 請注意這裡有一個fsm.p state 我們直接存取這個模組裡面的那個狀態 這是可以的 那每5耐秒的時候呢 我們把clock 時脈反向 結果呢我們就得到這一個東西 我們編譯執行之後 你會看到 我們reset等於1 一開始reset射成1 後來再把reset射成0 這樣就重置 那重置完之後呢 它p state就從0開始 0,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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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一直跑 那這個是在設計這種有組合又有循序的這種東西的時候 常見的一個模式 這種設計方法叫做霍夫曼編碼模式 這個在之後我們設計CPU的時候會用到 暫時各位可能還不是非常了解 沒關係等到設計CPU的時候 你就會清楚說 為什麼要採用這個模式 那我把這一個有線狀態機 先拿來執行一遍 我們就叫fsm.v 有線狀態機 儲存一下 好 那我們編譯 OK 有過 打錯了 fsm 好 這時候你會看到它的輸出結果 像這個樣子 那跟我們剛剛的那個 書裡面的輸出結果是一樣 所以這個有線狀態機 請各位看一下 那在寫Vlog的時候 很多硬體的人員他們是先有電路 心裡面已經把電路都想好了 才去寫 但是我不是這樣 因為我不是硬體的人員 所以我其實是先有程式 才去看說這個程式對應到的電路是怎麼樣 那如果我們採用程式的角度 也就是採用流程式的方式在設計的話 其實我們是很難直接知道電路會長怎麼樣 最後你要拿工具去做編譯 產生出來圖形 我們才會看到它電路長什麼樣 那不過很不幸的呢 我發現我們這一間電腦教室的那個 有個工具叫做Aterra Quotus 2 現在基本上是沒有安裝好 所以它執行的時候會施暴 我再請同學幫忙把它重新處理一下 那大概是這樣 那請注意等號和堅號的差別 是這一章裡面比較重要的一個事情 等號跟堅號兩者合成出來的電路是完全不同 一個是像這樣 一個是像這樣 我用水來接下去 你的電路是怎麼說的 我把電路都在賣的地方 我們手伸到這裡 採用三套的方式 操縛的方式 我們要用這個方式